首先要感谢所有老师 因为提醒自福给我们上了 一朗三栋的政治课 社会课和家庭课 内心表示非常地感谢 刚才讲的话 这几位老师讲的话 都讲到我心里 我为什么要处找 就是因为家里他们不关心我 儿子不做事 老伴俩要把房子卖掉 将人到七十多岁 七十三岁 连房子都没有住了 我还有什么意识 所以我就跑得到北京来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但是我没家是出找 没家出找 出找人家就可能好难接受 结果在那住了一段时间 因为他家里 我都很幸福 很温暖 儿生满堂 儿子的工作 包括媳妇的工作都很好 甚至两个 我做的人好酸溜溜的 好酸溜溜的 叔叔 好酸溜 叔叔 你刚才讲的那些感受 我想现场的五位老师 还有我 我们都感受到了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当老父亲在 说他内心里的这些感受 包括他离开家 来到北京 看到朋友家里儿孙满堂 他自己心里酸溜溜的时候 妈妈和儿子一直在聊天 一直在带着笑容地在聊天 李先生 你觉得你真的听进去 父亲心里的那种 对家庭的渴望 对你的那份渴望了吗 其实就是我父亲说的话 我只是不愿意跟他说而已 我一直在这么做 我真的忍不住我想问问 你都做了哪些呢 你能给我们具体地说出 一二三件事吗 就我们不说态度 我们说世界 其实我知道 今天你们说这么多 我也真听得不少 反正就是我现在过去的事情 可能做的也 的确是一些人做的不大 我希望我以后会做得更好一点 我不要听态度 我想听你说一说 你曾经 你觉得你都做了不少事 那你做过哪些事 或者你觉得你曾经做得不够 你接下来可以做哪些事 我想听到那些具体的事情 就比如 想办法找份工作 然后就是 像大家说的 然后每个月拿出 一千块钱左右 孝顺他们 师叔这样可以吗 他回去会找一份工作 然后每个月交一千块钱 给你跟阿姨 那真是我自己的梦想 人家做事我就高兴了 钱我还不在乎做事 只要做事就行 但是这是他的心意吗 他希望接下来这么做 那当然可以 他做事我是非常嬉害的 非常高兴 感谢各位老师的拳头